字幕君 王晞 字幕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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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歡迎收看正正有詞 我不知道今天一開始講正正有詞 你會不會有特別的感覺 OK 今天上午 觀眾朋友大家都安好吧 有沒有被今天的 04-03的花蓮大地震嚇到呢 那我相信 因為照媒體上報道 你一定有很深的感受 這是繼92125年以來最大的一個地震 當然不管是在花蓮或是在各地方 那都有一些的災情的傳出 不過當然有一個人到目前為止 到目前為止當然有一些傷亡的出現 不過希望不要再有一些災害的出現 包括房子倒塌或類似這些 對台灣人來講的話 有地震你一定要學著跟他怎麼樣去共處 可是這次的地震還是嚇到了不少人 常有人說地震是個天災 你沒有辦法避吧 好但是未來是不是還會有一些的餘震 那這個地震對我們到底未來 還會有什麼一些影響 待會我們在線上會跟中興大學同學 一些教授來做連線 那告訴大家未來要用什麼樣的態度 來面對這樣一些事情 那除了這個以外 天災也許你沒有辦法去躲 但人禍是不是可以呢 食安應該算是人禍的一款吧 那最近包括保齡茶室的一些事情 引起大家在吃的方面非常的不安心 那到底又應該怎麼樣去 真的讓人民吃得安心呢 這整件事情太多吊詭的地方 待會我們聽聽看現場來賓的分析 好來一開始先為您介紹 今天要請到的特別來賓 除了別人第一位資深媒體人許晨梅 大家好 嘉一科醫師姚耳明 大家好大家皮肝 律師劉韋庭 五哥好 各位觀眾大家好 好那待會我們在線上會為您邀請到 是中興大學的水土保持學系的教授 段錦浩 段教授 OK 那聽看段教授做專業的分析 這時候真的這些教授的專業的分析 太重要了 OK 好不過一開始先讓觀眾朋友 你知道一下 這整件事情包括你今天看到了很多相關的一些災情的報導 不過先讓你看一下現場的一些畫面 來 所以這是在台北 信義區那一帶對不對 對 而且應該是一個工地 對 現場 那上面還有那個吊車 那個上面有個那個吊壁 對 整個 這是庫房那一棟 對 往下吊 這非常危險 這花蓮 這是花蓮 對不對 花蓮 對 對 因為花蓮是在鎮央的地方 對 六起 是 歸山 這是歸山島 因為今天上午媒體一直在報導說 歸山島的歸首是不是有斷裂 然後包括交通部來出來說 只是有一小部分的 有裂啦 沒有整個斷掉 這是一百多年歷史的虎偉堂廠 堂廠 它的那個煙囪斷成兩截 這裡是花蓮重得那個山 花蓮樹花重得那一段 我們整個崩下來了 我留車在這邊 喔 環狀線 這是台北捷運嗎 這是因為今天的捷運環狀線 全部都是走走停停 甚至環狀也都不能動了 有一段錯位 對 順便這一次 說實話 因為這是921以後 25年來最大的一個地震 最大的一次 好 我們只能說這一次 你突然比起來 因為我看媒體上報導 包括日本 因為我們的氣象局也有報導 包括日本 日本上修我們這一次的地震到7.7 是 所以其實你只能說 在這一次地震之下 災情目前看起來算萬幸 它沒有造成很大一件 當然你說還是很不幸的 就有人有往生啊 這樣一些的情形 可是光看到這些畫面 還是出目驚心的 是 而且災情其實陸續在傳出當中 今天上午的7點58分 你應該在睡夢中被邀請 或正在往公司或上學路上 然後非常的驚恐 因為真的是天遙地動 因為這次的地震是7.2級 它是在 因為我們知道921是1999年 當時是7.3 所以基本上它的規模跟921 基本上是很類似的 只是兩個的正央不同 因為921是在南投的積極 是陸地的這個地震 然後這一次的這個地震 它來自於東部的外海 但是你同樣感受到 那個搖晃還有重點是 你會不會到現在都還覺得 還在晃 還在晃 有沒有 我連今天出門 我都不敢相信 因為我家的瓶瓶罐罐 一直不斷的掉下來 因為正央地帶 是在花蓮這個地方 在花蓮這裡呢 有一個登山步道 這個德卡倫步道 早上就有民眾去登山 有三位登山客 在7點58分發生大地震 當下那個大塊的石頭 就從身上啪整個砸下來 當場就砸中了其中一位登山客 然後另外旁邊兩位登山客 因為你知道 石頭下來樹也會下來 所以另外兩位登山客 是夾在那個樹當中 所以等待救援 但是其中一個人是當場死亡 然後講到花蓮 大家知道就是所謂的清水隧道 尤其現在是大清水隧道 有兩輛連結車 各位知道連結車是更大的貨車 它看起來非常堅固對不對 你知道電影裡面是這樣演的 那個一秒鐘 他穿過這個隧道 穿進隧道出來的時候 石頭啪 直接就打中了司機那個位置 而且那顆石頭是穿過連結車 也就是它上面這個車頂 那怎麼可能扛得住 沒有 死了 當場死亡 司機當場死亡 那一秒鐘 你如果慢一點或快一點 可能都不會遇到這樣的一個狀況 好 然後大家知道 去過蘇花改人都知道說 你過了隧道會有橋 那個橋現在已經斷掉了 北部地區 各位也知道 包括大家早上要上課上班的 我們今天還有來賓還在路上的 沒有來的 甚至搭高鐵的也沒有來的 為什麼 因為走走停停 包括了新北的環狀線 它出現了一個錯位 這個錯位其實已經造成 沒有辦法再進行通車了 沒有辦法使用 因為包括相關單位都說 恐怕要維修很久 我相信你在看我們節目的時候 你都心有氣氣焉 因為你經歷過這一整天的惶恐 但是因為我們提到25年前的921的時候 不要忘記在台北市的東興大樓 傾斜倒下來 那這次在花蓮到目前為止 我看了那個資料 包括了一些民房倒塌不算 有四棟大樓 它是整個傾斜或坍塌的 其中在東大門的天王星大樓 它大概有時程 它是45度倒下來之後 往下線 消防隊到了現場之後 因為現在有很多民眾是這樣 他的住家有一個老舊住宅 他的那個窗戶會弄鐵窗 消防隊來之後 是要剪掉那個鐵窗 一個一個的把這些民眾拉出來 你光看那個畫面 非常非常的驚恐 為什麼 包括裡面住戶養的狗 一直不斷地跑來跑去 你看那個畫面之後 他很擔心說 大家都出去了 好歹要把他救出去吧 所以大樓倒塌 捷運不通 然後你家應該也是一個 嚴重的受災戶 這些受損的狀況 陸陸續續再提出 現在大家最害怕的是 因為BBC已經形容 這是台灣25年以來最大強震 但是專家一直提醒我們 恐怕後面還會有些餘震 所以大家對於強震 來了之後怎麼樣自保 應該要提高警覺 因為順便剛剛講說 為什麼你還會覺得暈 因為你不知道到底是真暈還是假暈 因為他可能是餘震 所以你不知道到底他是餘震來了 還是你因為上午的地震 然後你還在覺得暈還在晃 當然大家也在討論說 這次晃的過程當中 那個國家警報 你有沒有收到國家警報 沒有 我聽有沒有說 我也沒有收到國家警報 該想不想不該想一直想 好奇怪 對 這次好 那當然後來也有提出一些 相關的解釋 不過對大家來講的話 當然你這一次看到 這次的地震 我剛才為什麼講說 因為你如果跟當初九二一比較起來的話 你真的只能用萬幸說這次 沒有造成這麼大一些的傷亡 因為那過程當中 因為這次的地震的強度 說實話不弱 它真的是非常的強 當然未來到底怎麼樣 待會我們也要聽聽看 段教授的一些分析 不過剛才講到現場發生的一些 這次上午的地震所造成的一些情形 委民家裡面還好嗎 還好就是寵物跑得很快 躲得很快 寵物的敏感性可能比我們還要領先 可是一般上這種情形 剛剛講到如果被砸傷的 或是醫院如果在開刀的過程 碰到這樣怎麼辦 其實醫院它都有一些 重要的防護演練 就是說遇到什麼樣的風災 或者是火災 或者是地震 那你在任何狀況 你住院或者在處置中的病人 該怎麼樣防護 該移送到什麼安全的地點 或者是手術處置要不要停下來 這個其實都有演練的 那這個可以不用擔心 因為團隊他反正在walking的當中 他會馬上做一個隨機應變 但是絕對不會說在這個 強症或是在這個災難當下 立刻進行還在持續進行手術 是不會的 委婷教也好嗎 今天早上這個地震 真的是震得非常大 而且時間很長喔 那我其實當時候還在睡覺 然後一震 我也是震到大概震了幾下 才發現說在地震 然後我就馬上爬起來 拿著這個衣服褲子往外衝 然後我才發現說 怎麼我太太已經在門口 在那邊等著準備要跑掉了 怎麼都沒有來叫我 這樣嗎 他也是受在乎 你現在知道 我也不能用人情冷暖 因為你知道大難人來時各紛飛 你知道嗎 然後除此之外 我覺得今天早上真的發生好多事情 第一個當然家裡什麼磁磚玻璃杯破掉 那就小事 我的辦公室在17樓 然後我們就想說天啊 所有電梯是不能用的 那難道今天要準備爬山 那個到辦公室上班嗎 而且可能你沒有被地震砸傷 可是這個爬的過程當中 你可能受傷 因為邊爬還邊餘症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蠻可怕的一件事 那再來呢 我還收到訊息 同事通知我說 新北停班停課 台北市那個公司航號自行宣佈 考慮要不要停班 或學校要不要自己停課 我心想說 哇 這嚴重 不是 嚴重到停班停課了耶 那後來經過大概10分鐘15分鐘 這竟然是假消息 對 哇 我覺得不可思議 為什麼在這時候 還有人要發這種假消息 而且還能夠這麼敏捷 在天搖地動 趕快去發假消息 這個崩了 其實這都違反社會秩序委務法 都是可以開法 抓到一定要狠狠的法 因為這樣子 我們本來還差一點 早上也有一些在新北的 法院要開庭的 如果真的沒去 那還真的影響當省的權益 對 所以我覺得這個 散步腳下學的真的是很可惡 如果假設真的發生這些地震 像我自己家裡 有一些什麼磁磚掉落啦 受損啦 其實我們是可以向國稅局來申請 一些未來在報索得稅的時候 的一些減免 我有修繩的 或者是說我們趕快先拍照 然後呢 來跟這個國稅局申報說 我這邊有發生地震的災情 所以我未來在報稅的時候 我們五月就報稅了 可以申請一些減免 這樣子也可以減少 我們一些稅付的支出 OK 那在今天因為發生的時間 剛好是上班的時間 那是交通最繁忙的一個時候 包括像北街這些 當時都宣佈停時 大概40分鐘到一月少日左右 老鐵也都停 所以那包括勞工局跟勞動部也有講說 所以各位觀眾朋友 如果你今天上班 因此時間有遲了或什麼的話 公司不能算你遲到或礦止 OK 那這是勞工局有明文規定的 因為這個沒有辦法克制為勞工 因為我本來就是在做捷運 做這些上班的 OK 這次的地震讓所有的觀眾朋友 我相信有很多人到現在還心有餘悸 但你更擔心的是什麼 你更擔心的是未來到底怎麼樣 那媒體一直不斷的報導 包括我們的氣象局 包括國外 包括日本那些 頻頻在講說未來是不是還會有餘症 甚或講說餘症會不會有6.5 類似像這樣子 那到底是不是真的會有這些 或是當你碰到這些的時候 到底該怎麼自處 那我們在線上有為你連線 中興大學水土跑池學系的 段錦浩段教授在我們的線上 教授能在線上嗎 聽得到 OK 今天這一次的事情出來以後 有一些朋友在講說萬幸 當然講說還是有一些傷亡 傳出來大家很難過 可是比起921來講的話 顯然那個傷亡 尤其房子啊 你說包括倒塌或什麼 真的沒有像那時候這麼多 有人說是因為921以後 我們包括在房子的建築結構 或是強度這些 都在法令跟實質上做了一些修正 這有教授一些影響嗎 確實有效 因為921以後我們的地震系統都提高 而且今年 今年防震建築技術會仍有提高的標準 OK 所以標準提高 標準提高我們工程會 會花得多遠的比較安全 OK 那教授 媒體上報導說這次的地震 當然講說可能是7.2 那我看我看報導 日本上修到7.7 然後說這次的能量大概32顆原子彈 那我們都知道地震就是能量的釋放 那像這樣一些的釋放 算是正常的一個能量釋放嗎 還是我們要擔心更大的一些的地震 對我們台灣來說這是正常現象 因為台灣很不幸在歐亞板塊跟菲律賓板塊 擠壓的這一塊上 菲律賓海板塊從太平洋那邊往我們擠 所以把台灣島擠得扶起來 台灣地球45億歲了地球 但是台灣島只有500萬年 所以台灣島只有地球壽命的九百分之一 它是很後面被踢出來一個新的 所以我們問題會比較多 這是正常現象 所以台灣問題一定很多 但是我們等於防震這些東西 只有一直想辦法提高它標準就是了 OK 那教授可不可以請問一下 我們知道這次好 就算以現在講的我們這次的地震 今天的地震大概7.2 921那次我印象中好像說7.3左右 是不是 對 7.3 其實差一點點 但是那個能量釋放的程度差很多 他們那個它的能量釋放程度算倍數的 不是好像7點幾倍 它是一個指數的計算方法算的 OK 所以差的會蠻多 那我們這次地震就是花蓮的傷亡情緣 為什麼都會比西部少 因為花蓮的人口少很多 整個台灣東部 整個東部 宜蘭 花蓮 台東才100萬人 我們西方部2000多萬人 所以人口數差很多 所以傷亡是少 但是災情應該說嚴重性不會差太多了 因為對當地人來說還是很嚴重的 當然 尤其對每一個人來講的話 這個都是不可承受之中 對每個家庭或每一口都很嚴重的事 所以我記得上次我在你的節目有談過 要耐震補強 對 那剛好我現在住在台中農民總醫院 這個窗戶 看窗戶外面就有耐震補強 所以前幾天我住進來 開完刀換了這個房間 我太太看了說這是幹什麼 我說這是要耐震補強 我說這個房子就不會倒 所以今天早就在那邊咬得很晃 我的那個看護小姐緊張到手 我說你不用管閉關係 教授你現在在養病當中 你連在醫院你都會關心那個房子 有沒有耐震補強 看這個耐震補強做得很好 你可以看他做了五道 這一棟這邊做了五道的 OK 他有長方向的耐震補強 又短方向的耐震補強 都有做 那教授請問一下 我們一般人怎麼去知道 這個房子有沒有耐震補強 我要去問那個人嗎 問你再來 我上次有提 就是其實政府應該努力 就是說政府想辦法顧一些技師 去幫老百姓普遍檢查房屋 就像我這一次 我這一次差點死掉 為什麼 我自己差點死掉 我是心血管繞道手術 教授保重 聽起來說本來要做 做什麼心臟支架 結果那意思是說 你這個不行了 已經太嚴重不能做了 做心臟 我說怎麼會 我說我身體很好 我這個昨天還去爬山 還去做福利里人做五十下 他說你那個時候 如果一趴下去就死了 這麼嚴重 就是說 他就是我們房屋也是一樣 你到一個critic的時候 他一下去倒掉就死了 就我以為我的房子很安全 但是其實 他可能危險你不知道 你不懂 你一定要找土木工程的 這些水保工程 這些大地工程 這些人幫你去看 結構工程的人看 他們才懂 九二一大地之後 我在台中幫豪的人去看房子 這很重要 你不懂 就是不懂 教授請問一下 這次說是在花蓮外海 是大概正央在15公里 是極潛層地震 算潛層地震 再來才是橫的S波 有兩個波在房子 一個是垂直波 一個是水平波 好 跟距離有關係 跟正常的距離有關係 OK 請問一下教授 我們大家比較擔心的是 因為今天一直有很多餘症 三不五時 尤其你看 你連看電視新聞 他三不五時就會報一個 氣象局現在告訴你警報 然後你連看新聞 那個主播都不會講話 因為他正在報警報 像這個餘症 好像到目前為止 已經出現了好幾十次了 甚或我看媒體上報導 有在提醒大家 未來可能還會有6.5的餘症 所以還會有這麼大的一些的餘症 那我們大家要怎麼樣去防範這些 正常 6.5是正常喔 我們9月17.3 9月1過的 6.1發生個6.8 6.8那是還張了很多人 我們南投縣有個叫民間鄉 民間鄉農會的大樓就倒掉了 是後面余政倒的 很多不是前面倒的 所以我自從有的是餘症倒掉 有的是這次餘症沒倒 下一個大地震你倒掉 所以政府要想辦法 這個危險老舊房屋都要普查了 教授可不可以請問一下 一般發生地震 你也提醒大家說 後面可能還會有餘症 甚或以9月1來講的話 後面在幾天裡面還有6.8 所以大家要特別小心 因為現在一般人都住大樓的多 所以一般發生地震的當下 第一當下有很多人都在講說 什麼門要打開 要不要往下衝或什麼類似這些 你會提醒大家地震如果發生當下的話 要注意些什麼嗎 我是覺得你自己先評估你的大樓什麼時候改的 如果你那個大樓是9月1日後申請建築執照 9月1日後改的平均會安全很多 那就是建築法會都改的 我住大樓我要不要往一樓跑 我不太贊成 因為你衝下去那個時間很短 你不知道被 講的話你到了島嶺不得壓在哪裡 最高層最風險最低 除非你住在二樓 你跑出去還來不及 OK 那要不然我在家裡我躲哪裡會比較好 家裡就那個牆角是 牆角這些東西最好了 OK 有角落的地方他會互相 牆壁之爭來之爭去互相執政有利 柱子跟牆壁連在一起 那個地方是最好 所以你說躲在牆邊 然後包括有柱子 現在最近這一陣子 晚上睡覺是不是棉被要準備比較厚的 我是覺得 就萬一可以拉著棉被躲在牆邊 要不要 都是好處 那是好處 棉被會緩衝 但是你們台北人不用緊張 因為台北才離得很遠 是嗎 我們今天這個地震覺得很大 對 但是 它再來的會比較小 再來的餘震會比較小嗎 會比較小 對 正常是餘震會比較小 OK 教授常有人講說 因為台灣您剛剛也提到 包括歐牙板塊這些的問題 所以對我們來說 是不是每隔一段 譬如說十年或是幾年 就會有很大的地震 甚或有人在講說 未來會不會有八個強震 或在短時間會有這個可能性嗎 八個強震機率算應該算低很多 因為我們的這個那個板塊接縫長度 沒有日本長 OK 日本那個三陰的它很長一千多公里 我們沒有那麼長 我們921的車輪浦是一百一八公里 小很多了 OK 它那個你那個裂縫越長 那個擠壓的那個能量就會累積越多 OK 所以台灣不會有像日本那麼大的地震 不可能 OK 那教授 最後有沒有什麼 因為今天的大地震 你有沒有什麼要呼籲 不管政府或是所有的民眾 有沒有什麼要注意的 你有沒有什麼要呼籲的 我特別呼籲政府 花一點錢並不多 也可以要這些什麼土木金正公會 什麼公會做點善事 他們少你一點錢 普遍幫人家插大房子 你公會我給你出公本費 不要讓你賠錢 是 那麼你們也做點善事 就這樣 OK 台灣這個普遍有擔心房子有你普查 這是最好的辦法 尤其如果教授照您剛剛那樣講 尤其如果是在921以前的一些房子 可能要特別注意一下 對啦 OK 好 那教授您保重 您現在在保養身體 謝謝 謝謝 OK 謝謝段教授 謝謝 謝謝 我想呼應一下剛剛教授提醒的這幾點 對 就是小五哥剛剛也特別問了教授 跟921大體症的一些差別 尤其是921也是7.3 我們今天是7.2 其實能量是接近 不過時間點不一樣 是921是清晨一點多 各位記得嗎 25年前清晨一點多 大部分人是在家裡面 在馬路上的不多 這一次因為已經接近8點了 所以去上班的 爬山的 或者出去跑步的 其實蠻多 所以這一次 你看我剛剛提到 截至目前為止 四人死亡 他有些狀況是都是在戶外 然後被石頭砸中 剛剛教授說 台北比較不容易 可是有一個問題是 大家有沒有發現這一次 你看光是淡水有個豪宅 他非常高 他怎麼像瀑布一樣 我看到我嚇死了 那上面是泳池 那又不是你家拉瓜大瀑布 我一開始以為是 整個房子崩解了 所以是土塊下來 不是 那是水 就是小五哥剛剛講 他的游泳池在頂樓 各位你想想 你家游泳池也在頂樓 然後你的游泳池裂了 是因為裂正裂 所以整個水啪整個下來 各位你就算經過 你被那個水打到 你知道那個重力加速度 也是很可怕 所以現在我們擔心 就是那個外牆剝落 因為有一個知名的百貨公司 他的那個牆剝落 整個會砸到人 還有今天一大早的立法院 八點鐘 因為立法院 大家知道那個建築 已經很久了 整個啪 全部掉下來 請問我被砸中了 我找誰陪啊 所以順便要提醒大家 最近這幾天 可能走在包括棋樓旁邊 或者要特別小心 不要以為地震過了 可是因為它已經被搖晃了 它鬆動了 這第一件事情 然後第二件事情 我也我覺得剛剛 教授有提醒大家 其實不要太過度恐慌 因為台灣民眾很容易這樣 你知道一次只要搖過之後 他都很緊張 你剛剛說睡覺的時候放什麼對不對 不是後棉被 我都想過 是不是應該放個安全帽 我安全帽是不是比你的好 你的比我的好 對不對 我放在身邊 可是兩個可不可以併用嗎 我睡後棉被 我準備安全帽在旁邊 那麼熱 你開一個後 我的意思是說 沒有 我的想法是說 我現在連出門 像我會搭捷運 我也怕經過 你不會搭安全帽做捷運嗎 有規定不行嗎 當然沒有啊 當然沒有啊 你真的很害怕那個下來 我為什麼這樣講 是因為今天又有這個網友 就講到一個新聞 是昨天 因為今天是4月3號 對 4月2號有個網友 他就拍了一個天空的雲 是橘紅色的 對 然後他們說 今天的雲好漂亮喔 那叫火燒雲 因為一般我們覺得天有意象 很多時候是颱風要來 那個雲不是會特別奇怪 所以他PO上去之後 很多網友都稱讚說 這個很漂亮的雲 其中就有網友說 怎麼讓我想到了921 因為921之前就是出現 一模一樣的雲 那你可以回過頭去看 那是昨天的新聞 昨天PO上去 所以今天就有很多網友說 不會又讓我們想到了 原來天有意象 是不是告訴大家 特別小心 但是梅剛才講的這幾段 尤其是這幾天 因為這幾天 一般就我們台灣軍 包括氣象局 也一直提醒大家 這幾天可能還會有餘症 對 所以你最近走在騎樓 或是在馬路上走的時候 可能要特別特別的小心 OK 那包括你剛剛看到畫面裡頭 你如果是 不管騎車開車的 你看那個大樓在興建上面 那個吊車 你真的要非常非常的小心 這些事情 我給我這邊也補充一下 特別我覺得 像我也是住在這個台北市裡面 那房子都是921以前蓋的 其實在台北市現在30年 40年 50年 房子一大堆 對 幾乎東東都是 那一發生這個地震以後 第一個 牆壁會不會有裂縫產生 那再來要小心的是什麼 會不會開始有管線破裂 而且這個管線 可能是水管 你可能有漏水問題 也可能是瓦斯管線 那瓦斯管線 會不會到別人家去 那前陣子也都會發生那種 因為這個工地在建築 所以隔壁就因此塌陷這種 這個零損的問題 我覺得 在這次地震以後 那更要去檢查跟注意 像剛才那個 那個我們連線過去那個段教授 真的 我們特別要 也是要覺得說 尤其像土木祭師 在這種發生 老房子發生 這種921之前蓋的 現在只要發生這種地震 而且這次地震真的很大 你務必 例如說找土木祭師 或是他們講的 什麼結構祭師 大地祭師 去看一下你的房子 有的時候我們或許 就好像都搖過了 我921也撐過了 我這個 今天0403地震也撐過了 但他其實沒有撐過 只是快要發生什麼事 你不知道而已 對 那這個部分真的建議大家 趕快去做檢查 因為其實剛剛段教授 我剛剛特別講 他在我們節目 在以前也曾經做過 這樣一些呼籲 像國內有非常 不要講台北市而已 3045市 你只知道25年以前完工的房子 都是921以後的 OK 那這個過程當中 剛剛講說你的房子撐過了很多 雲林胡偉堂場 他沒撐過嗎 他連那個美軍轟炸 他都撐過去了 然後撐過了多少次 而且雲林胡偉 如果照921是在中部的地震 他也撐過去了 所以不代表這次撐過 我們是為了安全起見 剛剛講說 如果又是大樓的話 可能大家一起 那就管委會 請土木基石這些來看一下 相關一些房子的安全性 真的真的非常重要 尤其政府 剛剛段教授有呼籲 政府可能在這方面 可能要再做多一些 所以你說過程當中 久而以後 包括法令的補強 包括建築一些 有人說房子為什麼越來越貴 那個成本往上堆疊 但不管怎麼說 安全最重要 OK 好 這是住的安全 而住的安全這一塊 你說發生地震 這不是我們能選擇的嗎 我們只能夠嘗試的 在這裡面跟大家去共處 怎麼樣找到安全的一個方式 但是順便我剛剛講 那石安呢 石安你不會告訴我 它也完全是 它是天災吧 他就應該算人禍了吧 是啊 手 這件事我到現在都不懂 廚師的手上 驗出 有米肇菌酸 對 可是食材也沒驗出 然後醬料 然後醬料 可是食材也沒驗出 然後醬料 然後醬料 對 都沒驗出 刀沒有 環境是沒有的 所以這件事不能說破案啊 不是 而且重點 他手上有這麼致命的米肇菌酸 這廚師平常不吃麵包或什麼嗎 對 他也沒事 對啊 你不覺得 而且都時間過了這麼長時間 他的手上會有殘留 所以這整件事情 因為不論如何 都一定要告訴大家 你真正的元凶在哪裡 當然 要不然你不知道元凶 你會不知道怎麼發生的 你以後怎麼去預防這些東西 我昨天去上一個健康節目 他們要講米肇菌酸 他們好不容易去搶到一盤國仔條 嚇我一跳 我也搶到米肇菌酸 現在國仔條好難找 現場的廚師說 你們好棒棒 你們是去哪弄的 他說我們自己買食材來炒的 因為沒有人要出這個東西 因為大家不要過度恐慌 不要過度恐慌 但是我們又話說回來 你知道因為這件事情 有兩個人 因為這個事情喪失了生命 你知道家屬就說了那一句 只是去吃了一頓飯 為什麼會這樣 現在還在家戶病房裡面 要洗乾的 要換乾的 要洗腎的 那麼大的折磨 也因為那一餐飯 現在 因為政府已經告訴我們 在這些人身上 的確都驗出了米肇菌酸 沒有錯 應該是致命的原因 但他到底是吃了什麼造成的呢 所以我們一開始 所有人都覺得 就是那個國仔條 就是國仔條 可是 台北市衛生局 第一時間不是都去查扣這些食材了嗎 我剛剛講 你剛剛說沾板 刀子 醬料 什麼 都沒有 你知道 這些毒物專家 跟這些醫生都告訴我們 這個太奇怪了 因為一般食物中毒是這樣子 造成食物中毒 這個食物本身 絕對是它的元素比較多 米肇菌酸一定是驗出來比較多 吃進去人體之後 一定是會比這個少 就濃度應該 可是我們是整個倒過來 所以台灣發生這個事情 全世界都在看 因為你們怎麼會這樣 然後最新的消息是 台北市政府公佈說 在弧性代斑廚師的手上 因為3月19到3月30的3月24 這一系列的這些食物 都是這個代斑廚師 他去烹煮的 他的手上有 所以我知道最新的消息是 之前偵訊過一次 現在僅僅要再把他找來 那就表示 我覺得這當中應該有一些文章 先說現在的被告是 老闆 店長 胡姓廚師 加上你應該在現場 你卻那段時間出國的那個周姓廚師 有沒有可能 因為有些人判斷 我們現在無罪推定 有些人判斷說 是不是在交接的時候沒講好 然後這個果條應該是不能烹煮了 他可能已經就是時間過了 或有味道 結果這個代斑廚師是不是就誤拿了 因為還有一個關鍵的問題是 他們3月底 那個店就要撤了 你知道我們都有習慣 我不知道小五哥你會不會 如果看他說營業到月底 你不要去耶 我們一般會不去耶 即使這個店 不怕食材 因為店家會說我買一送一我什麼什麼 各位那是一個清庫存的概念 你為什麼要去啊 那個中獎機率很高 好 可是就算是這樣 姚廚師可被 因為現在是全民科男 因為太奇怪了 就算盛梅剛講 會不會食材不新鮮或什麼 各位 那個食材是我們 台灣很喜歡吃的 很普通的食材吧 對啊 你如果告訴我 有哪一家桂仔條 只是白酒了一點 就會出現米酵菌酸 那他應該不會是第一個吧 你懂嗎 我的意思說 不能大家隨便找了一個 我們覺得就是這個樣 他就有結果 而是真的要找出原因嘛 對 廚師手上有 這件事情 他從3月19到3月24 3月19就有人不舒服 很妙 3月20沒有 3月21有 3月22有 然後3月24發生有死亡的病例 對 那你廚師一定最起碼 你是在3月24以後 才會帶他去驗嘛 不管是3月24還是26 他到24手上還有 他從19到24中間 就像剛剛盛梅講的 他都不用碰任何東西 他身邊所有的朋友 都沒有人有事 然後就只有客人有事 他自己也沒有事 然後如果告訴我是食材保存的問題 那就更妙了 龜阿條就因為保存久一點 他就會出現米酵菌酸 其實台灣有這種 所謂的椰菌屬的這種 產生米酵菌酸的這種毒菌呢 基本上也是要從外地來 台灣本身是不會有 是嗎 對 但是外地來 剛才盛梅講到一個重點就是說 第一時間裡面 我們有沒有採取到環境跟食材上面的檢體 第一時間如果沒有 你採取後面時間的檢體 基本上驗不出來 那是有可能的 你所謂的第一時間是要指什麼 24號當天 在第一次訪查的時候 有沒有針對他的庫存 現場的環境跟檢體食材做采樣 第一天好像沒有 沒有 第一天查的是什麼頒表 還有有沒有現場環境 對 現場環境 食材沒有當場取樣回去檢測 這個是措施第一時間求證的一個機會 如果你第一時間在食材上沒有做檢測 後面的食材不代表第一時間的食材 所以這個中間就有落差了 再來就是說那個廚師手上驗出來有 但是他基本上檢驗的方式 跟我們一般的檢驗方式或許不一樣 他可能用一個很微量的檢驗方式 測出來敏感度很高的一個檢驗方式 確定他有 但是可能量很低 所以對廚師本身是並不會造成毒害的現象 那如果這樣的話 那我手上量這麼低 我也不見得會毒害到他們 可是他第一時間 所以第一時間當事的人 24號當天的人 跟當天的食材跟環境 你有沒有做採樣 那如果沒有的話 照您這樣講那怎麼辦 那這個就變成一個措施採樣的一個機會 那這樣子後面要判斷他的來源 這個傷害的來源是哪裡造成的 就很困難 因為現在平常人講 因為所有可能性都有 食材的問題 甚或人為的問題 而人為的問題也不排除 有沒有所謂的下毒的可能 那當然有沒有其他 我剛剛講食材或其他的因素 但是這個好 我們講等一下聽聽看 韋婷對這個看法 可是姚醫師請問一下 如果 因為你最近聽到三不五時 這邊也蹦一個說到哪裡去吃 有食物中毒的 到那邊也有 你都不知道我到底該怎麼樣吃 好如果真的要是吃了以後回去 覺得身體有點不舒服 你會建議他馬上怎麼做 基本上你要先觀察說 你吃了多久以後產生不舒服 比如說吃了立刻就不舒服 那就不是吃了東西的問題 不見得 那個跟吃了東西的關聯性就滿大的 馬上耶 對 立刻 有這麼嚴重嗎 一吃馬上立刻就不舒服 那就表示他 那吃到披霜了吧 他有的時候是一個過敏反應 過敏 有的時候是真的 他那個本身已經變質腐敗的食材 你吃下去那個立刻有反應 再來就是說如果是 這是毒素的問題 他的反應時間比較短 那如果說是超過一天以上的 需要微生物大量繁殖以後 才產生身體的危害 那個都是發生在比較後面的時間 所以那個情況 但是有一個關鍵就是說 如果是同一批用餐的人 不只一個人產生問題 那這個情況就是食物中毒的機會 我如果要去吃了個東西 回家以後 我覺得噁心想吐 甚或有點拉肚子 我可不可以就初步判斷我 有可能是這一餐有一個因素 我就要到醫院去 對 最好是先跟醫生做一個聯繫 看看是不是需要就醫 那就醫以後 醫生會根據你的這個 就餐的環境 還有同一批用餐的人 有沒有產生一些狀況 來判斷說這個是不是食物中毒 還是你個人的因素 那請問一下 我們一直叫它米酵菌酸 它到底跟米有沒有關係 完全沒有關係 那為什麼叫它米酵菌酸 我覺得米好可憐喔 它就是一個直接翻譯的過程 直接翻譯的過程 其實它是一個椰菌屬 它是屬於在椰子類的這個食材裡面 比較容易滋生的一種菌種 那它產生米酵菌酸 那這種是一種有毒素的一種酸 那它對人體的傷害是破壞我們的細胞 讓我們細胞衰亡 所以內臟 像肝臟 腎臟這些 甚至腦部 心臟這些都 只要是細胞衰亡的時候 然後器官衰竭就容易出血 我看媒體上報導說 這個如果要是要救治的話 要用支撐療法 我印象中 那時候在COVID-19的時候 也說是用支撐療法 意思就是說 它侵襲哪一個部位 你就讓那個部位 盡量讓它維持著正常運作 如果是毒素的傷害 像米酵菌酸是屬於毒素 它不是微生物 它不是有生命 它是一個化學結構 毒素的傷害 那基本上你除非有解毒劑 否則的話你沒有辦法來救 那你只好不斷的讓身體 先得到正常的運作 避免一些痛苦 或是避免一些它的傷害 然後這個支撐身體的器官 正常的運作來撐過它 讓它身體慢慢的排出來 或者是一開始初步的吹土 或是慢慢的後面的這個 慢慢的血液進化 用種種的方式 來想辦法降低它的毒性 那如果是微生物的話 就要看很多如果是病毒類的 沒有抗病毒藥 也是無解 那如果是細菌類的 如果它抗生素有抗藥性 也是沒有很好的效果 所以基本上最好的方法是 不要碰到 也就是預防 我也不想碰到啊 對 一旦遇到了 你在事後尋求解藥 或是尋求解毒的方式 是很困難的 OK 好 那剛剛講的全民坑南 來大律師 文傑 我自己看法是這樣 因為你從這個代斑廚師的手上 驗出了米酵菌酸 而且有一段時間它還驗得出來 對 所以是不是這個代斑廚師 比較特別 他個人的生活習慣 或者是他個人自己接觸的 這些不管食品或用品 是不是就有這個米酵菌酸 所以我覺得下一個階段可能減掉 去尋找這個代斑廚師 不管是他家裡的環境 或他在當天可能自己的飲食 或他所使用的物品 可能去查還有沒有其他東西 有殘留米酵菌酸 我覺得這個機率會比 其他發生的還要來得高 因為從食材看起來也沒有 就是後來當然這兩批食材 可能不太一樣 原本的食材已經不在了 可是如果假設真的是 原本的食材好了 那為什麼代斑廚師也經歷這麼久 手上還會殘留米酵菌酸 那當然也可能檢驗方法的問題 這我們不得而遲 但至少我會覺得 或許這個代斑廚師 本身周遭環境 就可能存在米酵菌酸 委婷為什麼剛剛要請教你這一段 因為它會出現什麼 它會出現第一個 當然最重要的是 我們要找到 到底問題發生的根本是什麼 因為你才知道 以後要怎麼預防這些 這是一個 另外一個是 這件事往下的後續 責任到底在誰身上 牽涉到有沒有刑事責任 沒錯 包括後面有沒有民事賠償責任 你如果這些東西 沒有辦法釐清的話 你根本不知道 怎麼樣去定這個 刑事跟民事責任 所以我們要先知道 第一個 兇手我們可能找到了 代斑廚師或許就是兇手 但是 他是故意的 還是不小心 在這個食品安全的 沒有不清潔 沒有處理好 導致的 如果是故意的 其實就殺人罪了 就死刑無疾徒刑 而且已經兩條人命了 如果今天是一個不小心的 就是說他自己也不知道 原來他周遭有這個米酵菌酸 可是他或許在烹煮的過程當中 我們要去看烹煮過程有沒有舒適 例如說你用過期的食品 或你烹煮的方法不符合一般的常態 原本是要煮熟 你沒有煮熟 或是不應該加的一些佐料 你去加了這些佐料等等 或是你沒有清潔好你的手 就去煮這個食物 如果你也有過濕 那法律上面還有過濕致死罪 法律上過濕致死罪 也到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還是一個刑事責任 那這些刑事責任 他們絕對是有了 已經是跑不掉了 接下來下一個問題是 民事賠償責任 只是我們大概都可以看到 其實新聞鬧很大 感覺不管保齡啦 負責人啦 廚師啦 應該經濟能力都不太好 對 所以我們反過來 要去思考是說 當時候經營的可能是大時代 這個餐飲的 這個樓層他負責的 還有就是遠東百貨 百貨公司 他們本身第一個 他們也有投保商業保險 殘險的部分 保險可以理賠 然後第二個就是 他們本身也是一個管理者 本身在管理他下面的餐飲店 有沒有舒適存在 像他們說 原本保齡的這個殘險 都已經超過半年沒投保 你怎麼沒有去注意到這個事情 那你在針對保齡本身 在你的貴位上面的食安 你有沒有盡到一定的這個注意義務 如果沒有 那可能大時代也有賠償責任 甚至遠東百貨也有 OK 順美其實這件事情對大家影響很大 我講因為民以食為天 而且現在的人 大概很多比例都是外食吧 各位有食物中毒的經驗嗎 你有 去了半條命 各位有食物中毒的經驗嗎 你有 去了半條命 我老公每次都拿這件事情來消磨 你那發生什麼事 因為大家都知道吃喜酒容易踩雷 我有個很好的朋友就去吃喜酒 然後你知道喜酒都會有一個冷盤 那種拼盤 然後那次他滿澎湃的就是生魚片 那我自己本身還滿喜歡生魚片 我就吃了 然後生魚片一定要沾芥末 所以我吃的時候不會覺得肉不新鮮 覺得還OK 可是當時就有覺得這個芥末的怪怪的 就跟這次這個醬汁有沒有 保齡的醬汁不是有民眾反應說苦苦的 但是因為那盤很貴 還是吃了啦 我們的心態也是這樣 我當時以為說這應該是廚師特調 所以我沒有想那麼多 我也就吃了幾片生魚片 回到家喔 你知道大概到清晨 我就肚子腳痛 然後就開始去跑廁所 這不只是腳痛 食物中毒還會嘔吐 我大量的嘔吐 我痛到天旋地轉 然後我大概跑了廁所十幾次 因為一般人會覺得拉拉肚子就算了 因為他就把它排掉 有些人都會覺得食物中毒 就把毒排掉 對啊對啊吐掉 拉掉不行欸 命都快沒了 我整個人貪了欸 後來我先生想喝不得了 怎麼會這樣 就抓著我要去看醫生 我在車上就拉了 也完全不能控制 因為那個毒 那在車賣了嗎 蛤 早就賣了啦 我先生每次都拿這個來虧我 我告訴你我自己都可以講了啦 沒有再怕 沒有送到 這沒辦法 我送到醫院去 我住了一天欸 我就是食物中毒 還要掉點滴嗎 因為我已經整個人真的虛弱無力 後來我也不好意思跟我朋友抱怨 是我朋友打電話給我還沒有 他說你還好嗎 我就知道不是我 一定有別人 有三分之一的客人都去掉點滴 哇 你就知道有多毒 然後他當然他就講說 是這樣啦 因為餐廳一定會陪他 他會去求償 然後他就說 你那個包的紅包 我就退給你啊 什麼什麼 各位你會讓他退那個紅包嗎 對 你應該再加倍求償 沒有啦 你不只是退紅包的問題 人家結個婚 你要找委婷的話一定會跟你說 不是退紅包的問題 沒有 我們來告餐廳 對 告餐廳 主要是他會覺得他結個婚很衰 他真的把那個餐廳罵爆了 當然餐廳也會陪他 餐廳陪他 他不是又賺一筆 所以啊 我才會說 你怎麼會只吃紅包退的 那我怎麼沒有求償呢 對齁 因為你還有洗車啊 我拉肚子啦 對啊 你們還有洗車費 還賣車呢 我是告訴各位 食物中毒這件事情 不是你想像只有拉肚子 食安的問題 它絕對不是天災 那它一定會有人禍的成分 在這個裡頭 那這次保齡的事情 到底怎麼樣 那要盡快 釐清個水落石處 讓民眾安心 然後讓所有的人 在外 尤其外食的一些族群 真的能夠吃得安心 至於今天的大地震 讓所有的人 我想你到現在 應該還在 心裡面還在跳動的 那種抖動的感覺 覺得會不會在未來 包括有餘震的一些事情 而這件事情大地震 它絕對是天災禮環 但是剛才包括 包括戰教授所提到的 如果我們能夠強化 包括住宅 或各方面這些 它最起碼 可以減少人貨的這一部分 OK 那希望對所有的觀眾朋友 來講的話 那還是要小心謹慎 最近這幾天 在未來有沒有餘震的一些情形 當然 除外吃也要特別小心 OK 非常謝謝所有來賓 也非常謝謝觀眾朋友的收看 鄭靖雄的詞 我們下次見 拜拜